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我们写好的一个Java程序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那在目前的我们代码当中 要求所有的Java代码都写在class代码 这样一个大括号以内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标记就是class 而且要求我们的类名全部要求是首字母大写 这个Hello World H是大写 W也是大写 那我们在大括号以内开始写我们的Java程序 在这里我们书写的是一个Java当中最常见的 也是目前我们Java程序的入口 MAN方法 这样一个方法 在MAN方法当中 这些变颜色的代码都是我们的关键字 然后MAN方法是我们程序的主入口 而我们在这MAN方法中写了一个最简单的 也是一个可以把我们的数据展示在命令行中的一个方法 System.out.println OK这是我们的代码 那我们来把它写出来吧 这里呢我们使用的工具是个NotePad++ 是一个机制本的增强版 写起来的话是非常方便简单的 这个软件装包的话 我会上到网络上去 那我们来开始代码 class helloWorld 在这里我们写到这的时候就开始保存我们的代码 我们可以双击选择class之后的这样一个名字 复制 然后保存 代码的保存每个细节 请一定要保存到你自己能够找到位置 比如这里面我暂时先放到桌面上 然后粘贴过来这样一个class之后的名字 第二 Java结尾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们的这样一个文件当中的class 名字和文件名字对应的 并且是一个.java结尾的文件 好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完毕之后我们能发现一个细节 首先class是带有颜色了 这里面Nopeya展示的颜色和我们的Markdown文档中的颜色稍稍有点不同 但是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另外这个文件 程序当中我们要注意它的编码 在这儿我们要确定当前我们使用的编码是一个ANSI编码 如果你代码中不是ANSI编码的话 需要在这下面选择转为ANSI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代码当中的出现中文乱码的问题 好我们开始继续代码 在这里大括号 在这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空格大家可以注意到 大括号之后把光标放大块里面敲回车 这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光标的位置是处于在一个缩近位置上的 它缩近的距离大概是正好四个英文字母 这是我们代码当中对齐的方式大家一定要注意 代码是要对齐的 这种缩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阅读代码 public static void 那么方法 括号 小括号也是一对那么我们要一起写完 写完之后再把光标放到小括号里面去 这样再去写里面的内容 另外这里面我们使用的小括号是一个英文的小括号 String as大写 中考一对args arguments 写完这里之后把光标放在小括号之外 空格再来一个大括号 OK 那么开始写我们的方法题 敲回车 在这我们又发现了光标的缩近又达到了这样一个大括号对齐之后的后面四个字母 这也是缩近的模式 system.out.println 这里面我们写一句话 千锋 java 达摩院 欢迎您 OK 那这就写完了 那么注意一个细节 在这里面我用的双引号是英文双引号 并且在这句话之后有一个分号结尾 在我们的开发当中 大部分使用的标点符号都是英文双引号 英文的标点符号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中文呢 比如在一些文本当中 你可能会说到中文 剩下的都是英文的 另外请注意代码格式 包括缩近和有必要的空格 这样的做法是可以保证我们代码的一个阅读性更好 然后比你看起来更规范 OK这是我们第一个代码 我们把它保存下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